本身我們一直之前是中國的領土 現在也是 中間各樣各地英國 而那個護士訓練都是由英國拿到香港之後 是慢慢發展出來的 始於1893年第一間護士學校訓練首批護士 是女護士 1893年 其實1921年已經開始訓練男護士了 很多年前 好 下一張 至於在政府醫院方面 第一間護士學校就是由瑪麗醫院去那裡開始 我自己本身都在瑪麗醫院訓練出來 第一間護士學校正式周生在1937年 好了 很快說完歷史 下一張 謝謝 這也是歷史的圖片 以前的馬來醫院 歷史說完了 說回去我們那個 下一張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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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個名字大家都可能有少少混淆的 經常說急症室 急症室 急症室 其實我們在1983年開始 急症室這個 term 都很少用 一個專科部門來的 急症室 所以叫急症部 急症部 這是始於1983年的 這個專科部門來的 而由於有專科的證明 所以所做的事都很不一樣 我後面再詳細說下去 謝謝 說回真正的日常運作 現在全香港其實有七個 cluster 七個聯網 每個聯網都有急症科的設立 中國有18個急症部門 好 下張 至於急症室中的運作 那個常規的正常運作 我相信有些朋友都曾經 不幸地幫襯過急症部 或者急症科都會有些認識 病人來到急症 就先要做一個掛號 或者登記 交錢 與此同時 我們病人 就會由一個受過訓練的護士 去做一個分落 判斷他的危急程度 一般來說 我們都是分五級的 第一級就是最危急的病人 第五級就是最不危急 病人分頭之後就等看醫生 醫生診斷之後 就可能做一些檢查或者治療 如果病人在初步檢查治療下 診斷是明確的 或者他的症狀悶解難 沒有那麼不舒服 病人可能會出院 如果嚴重的 可能要留意 甚至乎有些病人的診斷不太明確 可能要留在急症部 做一個觀察 這是比較常規性的 下病人等體醫生 好 下方 麻煩 好 下方 好 其實我們都看到 剛才說的一般常規性 病人 見醫生 其實我們都看到 有不少數量 有些輕傷的傷者 來急症室 急症科那裏看醫生 大家在新聞都看到 那些等候時間比較長 目前來說 所以我們有一個 急診科護士診所 這個設立 就是有些經過特別訓練的同事 他就去看一些所謂輕症 好 下一張 再按 好 再下一張 OK 好 我們一些經過特訓的護士 他就會 根據一些protocols 會處理一些輕症 例如一些蚊叮蟲 或者一些輕微的創傷 我們都會做的 這些病人 就由護士去處處 處方一些檢查 例如照X-ray 然後 如果傷口要奉合 他自己會奉合 當然 病人走之前 他要開藥 這些都是護士做好 但是後面 也有一個醫生在跟他商量 這個就是護士診所的模式 好 下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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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其實 不太年輕的朋友 未必知道 這是什麼事 1992年 曾經發生過很大雨 在灣仔華人學校 倒山泥 擁住了一輛車 當時我被指派去延長協助救門 這就是我自己的第一次做一些遠前服務 我相信現在偶然你們看到新聞也有的 醫管局 急症 飛鶴山 有人受傷 我們醫生和護士都排出 就是 始於1992年這件事 好 下一張 下一張 好 其他還有一些特殊的遠前服務 比如好像剛才看到那張 我們 在我自己來說 都比較難忘 就是1997年 政權 當晚 我們醫管局 有一個醫療隊 在 移交大典的現場 幕後 做一個緊急的醫療支援 當時 我就是其中之一個護士 很可愛 那晚去到那個會展 我們到場的時間 現場有個briefing 現場也有幾千人 他說我們醫療隊 雖然現場有幾千人 不過我們要照顧的是兩個人 哪兩個呢 第一個就是查理斯王子 第二個就是當時的江澤民主席 他說另外那幾千人有事你們都不用出去的 這個很特別的一個交代我們 另外就是世貿會議也是很多政要會來香港 背後那些緊急的醫療的支援都是由急症科去處理 好 下一張 謝謝 好 謝謝下一張 好 另外還有一些比較特殊的遠前服務 就是一些賽馬競賽 大家都知道了 香港有跑馬鐵有跑馬 九龍那邊在沙田 新界那裡也有跑馬 其實每一場賽事 都是一個高危的活動來的 所以大家可能在新聞都會看到 有個ambulance跟著那些馬去跑 其實急症科也要派出醫生護士 在這個ambulance上面追著那些馬 萬一發生意外 就是一些馬 就是騎士墮馬 那我們就是要救騎士 受傷的騎士 馬就不是我們救 另外有一隊人就是救了馬 這個也是急症科的護士 需要擔當的其中一種工作 下一張 謝謝 好了 剛才說的遠內服務 都是在香港境內 其實有一些遠內服務 是否要離開香港的 我自己來說 就參與過總共 大經驗 看到七次的海外救活的經驗 最早那次就是2004年 台灣車禍 一會兒再說 而最新這一次就是 剛剛就是COVID之後 去年3月去武漢 接香港人回來 後面我再跟大家輕輕介紹一下 下一張 謝謝 這個就是2004年10月 這個是台灣九份 我相信很多朋友都去過不止一次 可能都走 那個山路都幾崎嶇的 我自己都去過 當時有一個香港的旅行團 就是香港的旅行團 回車 也看到新聞 5死 33箱 你看到另外一則新聞 31箱 其實31箱是香港的報紙 33箱是台灣的報紙 大家的數字不太同 好 下一個就不及了 這裏其實也是醫管局第一次 當時特首董伯伯就 看到這個新聞之後 就馬上啟動醫管局 要求派醫生護士去協助香港人 其實這就是醫管局第一次做的 一個海海支援的活動 所以都不太知道做什麼的 第一次出發的時間 所以都是一個摸索 當時就去到台灣的時間 因為醫院好幾十人 分散不同的醫院 我們要走幾間醫院去探討病人 安排他們送回香港 好 下一個 剛才04年 然後06年 都是04年 剛才是10月 現在12月 兩個月之後 就發生了一個大的海嘯 在南亞 好 下一張 好 下一張 謝謝 好 這樣就 兩個月之後 有一件大件事發生 當時特首又是 這次更嚴重 過早兩個月的台灣車 就是要找人去幫忙 因為其實我們一直都沒有一個機制 說 急政科裡面哪些人 叫他去做這件工作 只是一個臨時的安排 臨時做第一次 要臨時第二次 找誰呢 上次有人熟手 找他 所以兩個月之後 這次就更加不同 做的事 因為這次我們主要是去泰國布吉 因為很多香港人在這裏旅行 在海嘯之後 很多人都陰順全目 我們要去到泰國 傷者或者死者是香港人 我們從中做一些協調 把他 如果受傷的 運回來香港衣 如果是屍體的 都要在屍體運回來香港 中間都做了很多搜索的工作 好 下一張 謝謝 好 下一張 這次就2006年了 兩年之後 就在埃及 年初三 農曆年初三 有一個香港的旅行團 在那裏也是翻車 謝謝下一張 翻車很多 也有很多香港人死傷 在這件事件裏面 到這個2006年 好些了 醫管局已經成立一個機制 發覺這些事 久不久會發生 那就呈傷了一些 在急症科裏面 說的是全香港 每一間急症科都要 貢獻一些人出來 有醫生有護士 另外呢 醫院的清洗 都要放在這個團隊裡 其實從2006年開始 就每一天 醫管局裏面 都會有一個 contact list 就是七個聯網 每一天 都有七隊人 在這裡 stand by stand by 的意思是 在你的工作上 加工 不是說你不用做其他事 有醫生 有護士 有清洗 直至一直運作 到今天都還有在這裡 這次也是 幫一些商社 運回來香港 這次就更複雜 因為那個在埃及 那些阿拉伯國家 有時的原意不通 安排飛機 各樣都要花多些時間 所以這次在埃及都搞了 整個禮拜才能回來 好 下一張 麻煩你 麻煩你 那又兩年之後 2008年 民窗 民窗 大地震 那當時這個地震 我相信 有些年輕的朋友 應該都 都 都 可能知道的了 在國內造成的死傷都很嚴重 當時的溫家寶 呼籲全國的力量去救災 所以香港醫管局也派出醫療隊去 你看到這麽多年來的境外救援 每一次是嚴重過另外一次 所以去到2008年 這一次其實都不是我過的 但是當時的總裁就覺得這次很大件事 找個熟悉的人去 那就又找了我去 那這次就真是比較複雜一些 因為這次我們就不是一個 一個 一個 怎樣說 純粹帶一些香港人回來 這麼簡單 是要支援國家 好 下一張 麻煩你 是要支援國家 變成我們就被派到去 主力就為支援在四川 成都的華西醫院 我相信有些朋友都會認識 我們也要在當地去一些災區 去了解災情 因為我們也帶了一些物資上去 我們也要派到災區那裏 而我們在醫院那方面 主力就是支援每一科 因為去的同事也有很多 有骨科、有麻醉科、有手術科 有腰科、有腰科、什麼都有 我們就做一個大的統策 至於每一科上去的同事 在當地醫院那一科中 如何發揮呢 我們也要做很多協調的功夫 當時也要做一個領對的角色 好 下場 謝謝 好 下場 謝謝 好 下場 好 下場 隔了很多年 太平的光景 去年 由於COVID的關係 大家記得日本鑽石公主號郵輪 滯留了很多香港人在日本 在去年2月的時間 香港派了幾班包機過去 接這些香港人回來 機場會有駐飛機的醫生和護士 都是醫管局出 這次做的事情又不同了 以前做的可能要去醫院 去災區 而這次主要做一個 在飛機上的緊急的醫療支援 好 這就是在飛機上 我們準備接受各人的情況 好 下場 謝謝 這個行程 就短不短 去了五天 在東京那裡住了五天 好 這一張就是講 在日本回來之後 日本鑽石公主號是2月 3月 香港政府決定派飛機去武漢 接香港人回來 派幾班班機 我是第三班 我那班班機 總共接了143個香港人 當日是即日來回的 這個行程很短 我們飛一個多小時去武漢 在機場搞一輪 就和香港人回來 幸好他們沒有什麼受傷 在機場也沒有什麼大意外 好 下場 謝謝 這個是當地的 駐武漢辦 是香港政府官員幫忙 其實剛才說 都是一些我們服務範圍的事情 其實我們急症科的護士 除了基本的Nurs training 之後 來到急症室 你們也繼續有一個訓練 一般來說 在三至五年之後 就可以讀我們的專科護士訓練 如果成為專科護士 他往後的工作 就有很多專項的發展 例如圖片看到 我們可以做飛行護士 也可以處理一些生化徐 烏雅拉來看下一張 當他經歷了specialty training 之後 他可以譬如專責做創傷護士 專門處理一些創傷個案的專員 好 下一張 在五間醫院裡 也有一個專責的護士 是做一個Q&S on trauma 有些同事 他可能經過特殊訓練 可以加入政府 飛行服務隊 做飛行護士 不過這是一個 不是醫院的工作 是一個外間 飛行服務隊的義務工作 好 下一張 麻煩你 下一張 下一張 OK 好 有些同事 他經過特殊訓練 他可以懂得處理一些緊急的 輻射意外的治療 或者patient monitoring 這些都是一個急症科護士 當你成為專科護士之後 你就要學或者要做的工作 好 下一張 麻煩你 另外就是一些要懂得處理生化的意外 一些所謂的生化危機 也是急症科護士要學要做的事情 麻煩你 下一張 此外也有很多學術交流會做的 因為時間關係 是的 學術交流這部 我就不如很快去跳一跳 這是台灣的開會 好 下一張 麻煩你 好 這是在日本的 兩張是地下有殺死的會 當時要講書 下一張 它就是2010年的國際交流 就是地下死的會 此外 在早兩年集中在廣東省做一些城鄉義務的教學計劃 集中在下一張 集中就是教一些城鄉裡面的醫院或者診所他們的職員 如何去做一些例如CPR、Traumat Care那些東西 這就是我們那些義務工作的地方 好 下一張 其實聽我說這麼多 可能大家都感受到 急政科護士他真是多姿多彩 什麼都要懂 Ready for anything,prepare for everything,surprise for my loving 你說是否急政科護士是萬能? 不斷起死回生 其實是真的不行的 當然如果真的沒有什麼做得到的時間 我們都是根據做一個護士 都是stay calm and do no harm 好 不好意思 講得急一點 一兩嘴 我今天的presenter就到這裡了 多謝大家 謝謝劉炳發先生 其實我們的同學問了很多條問題 但是我想說他們就想問清楚 一定會成功成為急政科護士的方程式 那我就在這裡看到 起碼你剛才心態上 關連性那個timing也很重要 行動也很重要 你覺得這三樣怎樣可以給同學一個鼓勵 成為一個急政科護士的方程式呢? OK 多謝Alice 的題目 基本上我就沒有一個很特別的跳板 反而大家要有心 你剛才聽到我說 在急政科裏面做的護士 是要很彈性 以及你的知識要夠廣闊 譬如我剛才所說的 你要去到災區 你面對的病人 我不是只是骨科只懂得手手腳腳 不是 內科只懂得內科病 你什麼都要懂 所以你要有一個很闊的non-edge space 所謂真的方程式 要有一個很闊的non-edge space 另外來說 就要有服務大眾的心 還有很多事情都不能夠根根計較 真的要抵得想 很多人沒有做過的 你就可能要第一個去做 聽完我剛才所說 忽然間又叫你去台灣幫忙 忽然間又叫你去菲律賓幫忙 我護士訓練裡面沒有學過那樣東西 那是不是就不去呢? 就說不做呢? 始終我們是需要幫病的 另外一點就是可能要門 你知道現在醫管局來說 我們有新入職的同事 新畢業的同事 有些所謂三年抱兩 兩年抱兩的做法 如果你真的很想 非去急症科做不可 我建議你 第一個特別是不要去急症科 在其他急症科做一下 在轉科的時候才來 留下的機會就大了 草經驗 多謝今天劉炳發先生的分享 同學有很多提交交給我 我有機會再交給法爺 沒問題 多謝 好 請大家今天參加的朋友 都去寫那個QR Code 然後給我們一些意見 我們現在準備去下一個環節 有機會再在網上見 多謝劉炳發先生 多謝你 對啊 這裡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